今天我们钓的这个鱼还是多次回锅的一个鱼 钓了养了再放进来 放进来然后再钓 钓了再养了再放进来 就是这样一个多次反复被熔虐的一个鱼情 那这种鱼情我们在钓它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温度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的耳料一定是有酸味的 我们可能会加果酸去钓它 但同样来说呢 我们耳料里如果有果酸这些成分出来 我们就不需要去再额外的添加其他的添加剂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 我是用一个果酸味的一个散泡鱿鱼 然后用一个甜一点的耳料去钓它 就是基本上保证的耳料窝连里 就是一个酸甜味 去钓这种多次钓放的一个老鱼 但是还是以酸为主 尤其是像我们开耳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像这种耳料里 它有这种粗颗粒的大颗粒的烹化耳 一定要把它的水给它充分的吸透 这样它才能在你的窝连里充分的起到 鱿鱼流鱼的一个作用 不要加了水之后 就反复的去揉打它 就搓它就要上耳了 这种耳料 加完水之后 最少要给它5到8分钟 一个吸水时间 这样它的状态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